7月8日,清华大学2018年本科生毕业典礼即学位授予仪式在综合体育馆举行 校领导邱永、陈旭等出席典礼 副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杨斌主持仪式 空军航空大学原副校长江明大校也参加了典礼 典礼上,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江盛耀 通报了2018年本科生毕业及学士学位授予情况 决定授予2018届3555名同学学士学位 授予670名同学第二学士学位 校党委副书记过勇宣读了2018年清华大学本科生毕业班先进集体 优秀毕业生和优良毕业生的表彰决定 在热烈的掌声中,清华大学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邱勇 发表了题为《用一生去追寻意义》的讲话 邱勇提醒同学们 在当今这个无限创新的时代里 人们总是去热情拥抱变化 但经常忘记了追问意义何在 意义需要我们持续去追寻和挖掘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中努力追寻意义 努力成就有价值的人生 希望大家坚守内心的价值标准 投身热爱的事业 保有大我的情怀 在追寻中让生命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美术学院2005期校友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桑日县政府副县长 严伟龙作为校友代表发言 法学院2014级本科生傅舒宁 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 毕业典礼上 校领导为先进集体 优秀毕业生和优良毕业生颁奖 为所有获得学位的毕业生 授予学位并合影留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